走路35分钟沿路捡时回收物 这是陈岳珍每天放工后的第二份工作 那时也是还没有办法放下身段 第二天经过那东西还是那边 就自己就转过 是不是就是要由我弯下腰来把它捡起来 过后就会去上班的时候就会带两个环保袋 就一路回来看到有就捡 从原本放不下身段 到后来做环保做了十多年 马六甲实际志工陈岳珍的坚持 更感动了先生 那这个团体是讲不错啦 我是认同他的自己的语言 那个环保物是十分多了啦 如果是讲可以大家可以出点力啊 这样子做一下环保身好了 我反正二楼就接手了 就不用将内上下放下 把不同类的环保物从最高的四楼抬到底楼并不简单 但陈岳珍默默付出的身影 却感动整栋主屋三十二户居民 如果环保的比较干净哦全部好 如果人家每一样都丢浪费 可以环保的就环保咯 大包小包都是一样这样拿回来 我们也是要丢垃圾 反正压饼给他 他们两个环很好的啦 最有功劳是他啦 还可以用也没有破没有什么啊 我每次就是分类哎呦这个东西很可惜 其实也是可以帮到一些贫苦人啦 做环保已是陈岳珍生活的一部分 期待人人都能从自我做起守护大地 待新闻林慧珠周易吉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告